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中国禁闻 5月8号在北京牧区园京温服装商城前发生了一起因为刑事个案所引发的游行抗议事件 那么北京警方则是派遣武警 特警甚至是动用了警用直升飞机到场维稳 和事件相关的消息被严密的封锁 像京温 京温商城 京温事件都成为中国大陆各大网站的敏感词 北京媒体也是全体晋升 前往现场声援的北京市民姚先生告诉本台 现场围观的民众达到五六千人 警察则是有上万人 警方出动了装甲车和两三架直升飞机 大批的警察 武警和特警头戴头盔 手拿警棍 盾牌 在路上筑起三道人墙 阻挡抗议人群 附近的道路被管制 受此影响北京多条道路交通堵塞 这起事件的起因据传是由于5月3号 在京温服装商城打工的22岁安徽籍女子袁丽娅离其坠楼身亡 北京警方匆匆下断言为自杀 不予立案 也拒绝让死者家属查看事发当天的商城监控录像 因此遭到质疑 据知情者在网络上透露 袁丽娅是被六名保安关在一间密室轮间 两名保安已经逃跑 一名保安自首 但是这种消息目前还无法得到证实 江西省新渝市的维权人士刘平 因为呼吁官员公示财产 上月底被当地警察强行带走后就下落不明 直到5月7号才有消息说 刘平是被当局以涉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刑事拘留 美国之音引述消息说 刘平的代理律师张雪忠 5月7号到新渝市原和分局 申请会见刘平 但是没有获得批准 刘平是在4月27号深夜 在家里和别人网上交谈时被警察强行带走 多天没有阴信 那么同一天被带走的维权人士呢 还有魏忠平 李思华 雷文胜 李雪梅 刘喜珍等人 至今都毫无音讯 许多网友在网上评论说 要求官员公示财产和煽动颠覆国家政权如何划上等号 报道师认为有迹象显示 当局是在网上封锁舆论讨论这起事件 而张雪忠的新浪微博账号 在8号的早上也被屏蔽 好 观众朋友 下面一起来关注这一期的时事禁闻